你知道吗?西胡瓜买回来啊,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做个呛拌西葫芦吧 姜辣开胃又下饭 西葫芦一切四半 去掉中间的瓜嚷 切成粗粗的细条 水开,配点胡萝卜和木耳 下锅焯水 加点盐和食用油,保持翠绿 焯水30秒捞出 过一下凉白开 撞干水分备用 加蒜末,红椒丝 泼上热油,激化香味 加盐,鸡精,生抽,香醋 再放几根葱段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呛拌西葫芦 香辣爽口又解腻 喜欢收藏做起来吧